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0日 在白宫召开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话题围绕妇女健康研究 福克斯新闻网称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首次出席此次会议 坐在会议桌的主委发言 且发言时常超过拜登 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 报道称 此次会议是拜登自2023年10月2日以来 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 在会议上 吉尔拜登就白宫妇女健康研究倡议发言 对于吉尔拜登出席此次会议的原因 报道称 拜登在会上解释说 在本届政府和历届政府中 第一夫人出席这些会议都有特定原因 这是吉尔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 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她将在会上发言 接下来交给你 拜登将发言权交给了妻子 福克斯新闻网城纽约邮报注意到 吉尔拜登坐在了会议室长桌的主位上 她的丈夫只讲了两分钟 而她则用了四分半钟 读了一份关于孕产妇健康倡议的材料 福克斯新闻网称 按照传统 美国总统通常坐在会议桌中央 内阁成员则按部门成立的先后顺序就做 报道说 美国政府最后一位 出席其丈夫内阁会议的第一夫人 似乎是希拉里克林顿 福克斯新闻网提到 这样的安排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 其中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此举 哇 明显疲惫不堪的拜登 刚刚召开了11个月以来的首次全体内阁会议 并立即将麦克风交给了她的妻子姬 曾经担任前总统特朗普顾问的克尔特斯 在社交平台发问说 谁在管理这个国家 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在掌管国家的人吗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问道 另外也有网友对此表示 这很正常 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中 几乎每一位第一夫人都曾成为内阁会议的嘉宾 与此同时福克斯新闻写道 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茨对该媒体表示 拜登邀请第一夫人参加会议 以展示他们进行的开创性工作 这些工作将从根本上改变资助 和开展妇女健康研究的方式